泡菜鋪底兼腳不同吃法 這款泡菜正是韓國幾百萬youtuber金針菇 兩年前推出的個人品牌 標榜正宗韓國味 不過現在卻緊急發聲明要全面下架 金針菇所設立的公司發公告 列出時間軸 在衛生局通知產品有問題後 就詢問位在新北的製造商 坦承從4月6號起 在品牌方不知情的狀況下 自行添加含有糖金成分的糖粉 因此兩款商品正宗韓式泡菜跟蔥泡菜 在三種購買通路 官網 臉書社團 還有百貨快閃電 全面下架以外 在3月29號到6月8號 預購或購買的消費者 都能申請全額退款 他直接添加糖金納鹽 這樣的一個食品添加物的話 依照我們實產法第18條 是不能這樣直接添加的 會裁發新台幣3萬到300萬 那如果是說他從其他的產品 帶進來的話 我們可能要看一下 事後還要調查整個生產流程 釐清若真的違規 衛生局表示通常會對品牌端開發 下架的原因主要是在於說 他是違規添加 並不是說他的毒性太高 糖金納鹽他在體內不會被利用 他會直接透過尿液 然後代謝出來 適當的劑量裡面呢 其實並不會造成任何的傷害 至於金針菇也跟超商聯名 像是推出御飯糰跟烤肉拌飯 內涵的泡菜公司強調 皆無使用到這批有問題的產品 主要針對兩款產品下架收回 希望風波能夠直協 TV新聞連至只有宣傳特別報導